第四周 简介 现在我要传递给你们第四章的信息 这一章会告诉你们为何你的想法 做法和感受代表了你是怎样一个人 思想就是能量 能量就是力量 但由于世界所熟知的一切宗教 科学和哲学都是这能量的表现 而不是能量本身 能量作为因就被忽视或误解了 世界仅仅又于果的一余 因此有了宗教上的神与鬼 有了科学上的正与负 有了哲学上的善与恶 万能要使则反其道而行之 它只关注因的一面 我所收到的学生们的来信 让人叹为观止 这些信件表明 学生们正在关注那些 能够使自己把握健康和谐富有 以及其他对他们的福祉和快乐而言 必不可少的所有事物 生命就是表达 和谐而富建设性的表达自己 是我们的分内之事 悲伤痛苦不幸疾病和穷困 并非必不可少 我们应该坚持不懈的消除它们 然而消除这些因素的过程 需要高于并超越种种限制 一个强化并净化了思想的人 无需再担心细菌的侵扰 一个懂得了财富法则的人 顺时就能看到供给的水源 所以厄运 幸运 再结难逃之运 都将尽在掌握之中 如同船长驾驶的船舰 又如火车司机开动火车一般容易 第四章 1.你的自我并不是血肉之躯 身体只是自我用来执行任务的工具 自我也不可能是心智 因为心智又是自我用来思考 推理 谋划的另一个工具 2.自我一定是某种能够控制 并引导身体和心智的事物 一种能够决定身体和心智的事物 一种能够决定身体和心智如何去做 怎样去做的事物 当你认识了自我的真实本质 你就将享受到以前从未感知过的 充满力量的感觉 3.你的人格是由数不清的个人特征 怪僻 习惯和性格特点所组成的 这些都是你以前思维方式的产物 它们和你的自我并没有真正的关联 4.当你说我认为的时候 自我告诉心智应当怎样认为 当你说我去的时候 自我告诉身体应当去向何方 这个自我的真实本质是精神上的本质 这种本质才是真正的力量之源 当人们开始认识到其真实本质时 这种力量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5.自我被赋予的最伟大最神奇的力量 就是思想的力量 然而极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具有建设性的 或者说正确的思考 所以人们就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大多数人允许他们的思想停留在自私的层面 这正是幼稚的心智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人们的心智变得成熟时 就会懂得 失败的萌芽就潜藏在每一个自私的想法之中 6.受过训练的头脑会明白 做任何一宗事物都必须让每一个 不管以什么方式与这宗事物相关联的人 能够从中受益 任何一种试图利用他人的软弱 无知或需求而让自己受益的举动 都将不可避免地致使自身受到损害 7.这是因为个体是宇宙的一部分 同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之间不能相互敌对 反之每一个部分的幸福都建立在对整体利益的认知的基础之上 8.那些认识到这一原理的人 在生活中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 他们不会让自己精疲力竭 他们能够敏捷地消除一些犹疑不定的想法 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最大限度上 把注意力集中到任何一个主题上 他们不会在无意的目标上浪费时间或金钱 9.如果你做不到这些 说明你迄今为止还没有付出所需的努力 是时候了 努力吧 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 为了增强你的意志 认识你的力量 你可以借用一句强有力的口号 我要成为怎样的人 就能成为怎样的人 10.每一次你重复这句话 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这句话中的我是谁 是什么 试着去理解自我属性的真正内涵 如果你能做到 如果你的目标和意图是具有建设性的 并且与宇宙的创造原理和谐统一的话 你将无往而不剩 11.如果你使用这句口号 那就经常不断地使用它 不管白天黑夜 只要你日间想起它 就重复一遍 持续这样做下去 直到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成为一种习惯 12.如果不这样做 倒不如压根就不开始 因为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 当我们开始做某事 但不把它完成的话 或是做了某项决定 却并不坚守的话 我们就形成了失败的习惯 彻头彻尾的 可耻的失败 如果你不打算做一件事情 那就别开始 如果你开始了 即使天塌下来 也要把它做成 如果你决定做某事 那就动手去做 不要受任何人任何事的干扰 你身上的自我已做出决定 事情已经板上钉钉 头子已经炙出去了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3.如果你采纳这种意见了 那就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从那些你能够掌控 能够不断努力的事情做起 但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容许你的自我被推翻 你将发现你最终能够战胜自己 要知道 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 都曾悲哀地发现 战胜自己并不比战胜一个国家更容易 14.当你学会战胜自己 你将发现你的内在世界 征服了外在世界 你将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人和事都会对你的每一个愿望 做出回应 而在你这方面 却无需任何明显的努力 15.这一情形的出现 并不是天方夜谭 只要你能记住 内在世界是由自我掌管的 而这个自我 正是那个无限之我的一部分 这个无限之我 即为宇宙精神或宇宙能量 人们通常把它叫做上帝 16.这些并不仅仅是为了证明 或建立某种观点而提出的 一种陈述或者理论 而是一种被最优秀的宗教思想 和科学理念接纳的事实 17.赫伯特·斯伯德说 在我们身边的所有奇迹中 最令人确信的是 我们一直身处万物由此而出的 无限而永恒的能量之中 18.莱曼·艾伯特 在班戈神学院研究院 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提到 我们所要思考的上帝 是那个居住在人们内心之中的上帝 而非从外部操控人类的上帝 19.科学在探索的道路上 前进一小步就止步不前了 科学发现了亘古常在的永恒能量 然而宗教却发现了 潜藏在这能量背后的力量 并把它定位在人们的内心之中 但这绝不是什么新的发现 圣经中早已言之凿凿 语言平易简朴 令人信服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这就是内在世界的神奇创造力的奥秘之所在 20.这就是力量的奥秘之所在 也是控制力的奥秘之所在 战胜一切并不意味着目中无物 刻己忘我不能和成功画上等号 无所取何以语 我们如果软弱无力也就无法帮助他人 无限意味着永远不会破产 而我们作为无限能量的代言人 自然也不应以破产的面貌出现 如果我们希望对他人有所帮助 我们首先自己要拥有能量 多多益善 然而欲有所取必有所予 我们必须对他人有所帮助 21.我们施语的越多 我们所得就越多 我们应当成为宇宙传递活力的渠道 宇宙处于不断寻求释放的永恒状态之中 处于帮助他人的永恒状态之中 所以它总是在寻求让自己能够最好的释放的渠道 这样才能做最多有益的事 能够给予人类最大的帮助 22.如果你一直拘泥于自己的计划或人生目标 宇宙就无法通过你而有所作为 你要让所有的感觉安静下来 寻求内心的热望 把精力的焦点放在内心的世界中 与伟大的自然力相合为一 在这种认知中安居 进水流山 密切注视各种各样的机遇 找出万有能量所赋予你的精神通道 23.把事件、场景、条件在头脑中生成画面 这些可能是精神通道助你生成的 要知道万物的精华接在于它的精神 精神是真实的存在 因为它就是生命的全部 当精神离去的时候 生命也就消逝了 熄灭了 不复存在了 24.这些精神活动是属于内在世界的 属于阴的世界 而一切环境和景况都是由内在世界产生的 它们是果 正因为如此 你就是创造者 这便是极其重要的劳作 你所能构想的理念越高贵、越崇高、越宏伟 这项工作也就变得越重大 25.过度劳动、过度玩耍或者过度的身体活动 不管何种性质都会产生精神倦怠 使其停滞不前 这样就无法再进行一些更重要的实现意识力量的工作了 所以我们应当经常寻求事实的寂静 力量是通过休息得以恢复的 在寂静中我们才可得以安宁 当我们安宁下来 我们才能思考 而思考正是一切成就的奥秘 26.思考是一种运动形式 遵循着光波或电波一样的共振原理 它遵循爱的规律 激情赋予它振动的活力 它的成型与释放都遵循增长规律 它是自我的产物 同时也是神圣的 精神的 创造性本质的产物 27.由此可知 很显然 为了释放能量 财富或实现其他具有创造性的意图 首先必须唤醒心中的激情 激情则可以让思考成型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 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们应该怎样做 来发展能够使我们有所成就的信念 勇气与知觉呢 28.答案是 通过锻炼 精神力量的获得 同身体力量的获得一样 是通过锻炼达到的 我们思考一件事情 可能在头一次非常困难 当我们第二次思考同样的问题时 就变得容易多了 当我们反反复复 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的时候 就形成了一种精神习惯 我们持续思考同一件事情 到最后这种思考就变成自发性的了 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思考这件事情 直至我们对所思所想 持积极的态度 再没有什么疑问了 我们确信 我们深知 29.上周我对你说要学习放松 学习身体的放松 本周我要让你学习精神的放松 如果你上周做了我布置的练习 按照说明去做 每天15到20分钟 毫无疑问 你一定能做到身体上的放松了 任何还不能有意识地迅速而完全放松下来的人 还不能算是自己的主人 他尚未获得自由 他仍然受到外在条件的奴役 但我现在假定你已经熟练掌握了上周的练习 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也就是精神放松 30.这一周还是采取往日的姿势 完全彻底的放松 除去一切的紧张 然后让精神中一切的不利因素离你而去 比如憎恨 憤怒 焦虑 忌妒 厌慕 悲痛 烦恼 失望 诸如此类 31.你可能会说 你很难让这些东西全部离你而去 但你能做到的 只要你精神上下定决心 自觉自主地坚持下去 你就一定能做到 32.有些人确实做不到 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被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智慧所左右 而那些被自己的智慧所引导的人将赢得胜利 你可能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没有成功 但是你会越做越好 不管是做这件事情还是做其他事情 不仅如此 你还一定要坚持下去 驱除 消灭 彻底摧毁心中一切的消极负面的想法 因为这些想法是你心中持续不断地产生各种笔墨可以形容 或无法形容的不和谐状况的种子 我们心中的思想同外在世界息息相关 这是最真实不过的事情 这是绝无例外的法则 正是这一法则 正是这种观念及其课题之间的关联 使人们相信特殊天意的存在 从远古直到今日 威尔曼 要点问答 要点一 什么是思想 答 思想就是精神能量 要点二 思想如何运行 答 思想遵循共振原理运行 要点三 思想如何获取活力 答 他遵循爱的定律 激情赋予他活力 要点四 思想如何成形 答 他的成形遵循增长规律 要点五 创造性能力的秘密是什么 答 创造性能力是精神的活动 要点六 我们如何开发那些 能够使我们有所成就的勇气 信念和激情 答 通过认识我们的精神本质 要点七 能力来源秘密是什么 答 源于对他人的帮助 要点八 为什么是这样的 答 因为有所语才能有所取 要点九 什么是寂静 答 寂静是身体的安宁 要点十 安宁的价值何在 答 安宁是控制自我 主宰自我的第一步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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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